这里是贵州利波的摇山古寨 这里生活着古老的白库瑶族 据说也是最后一个持枪部落 这里的人被人类学家 誉为东方的印第安人 也被联合国科教文组织认定为 民族文化保留最完整的一个民族 也被称为人类文明的活化石 今天根据很多网友的建议 一起来游览一下这个摇山古寨 昨天结束了小七孔的游览 住在了景区门外 景区门口住宿非常方便 条件不错 这个才一百多 这里打造的像是一个 不一族风情的小镇 非常优美 广场上的大铜骨 到小七孔景区非常方便 从利波县城有公交车 11路直接到这里 公交大约不到一小时 30公里远 车费7块钱 所以来小七孔旅游 既可以住在利波县城 也可以住在景区门口 这是景区门口的美食街 晚饭后回去休息 明天和这里的朋友去摇山古寨 摇山古寨离小七孔只有5公里 是个4A景区 摇山古寨门票加景区车是50块钱 但在五一的时候是免了门票 下了景区的交通车 开始往村口走 我是下午来的准备看晚上这里的演出 村口有一道防御门 还有个迎宾表演 吓死了 没想到还有枪声 这就是中国最后的持枪部落 前面是个迎宾门 也有个迎宾仪式 都是当地的村民 他们这些打击乐器还挺有特色的 村口有很多妇女都在做着编织 看这门堆上 小孩看手机看得多认真 很明显这个摇山古寨的村民都是原住民 非常的淳朴 这个摇山古寨是地处立波县 摇山瑶族乡的拉皮尔村 这个自然村寨保存得非常完好 有很浓郁的色彩和瑶族民俗文化 据说这里有很多名人领导人来参观过 在保护的基础上 在保护的基础上这里也做了一些商业开发 这个是位于景区里的精品民宿 据说五一期间这里都是爆满的 这个民宿叫瑶池小七孔民宿 熬药房 住在这里还可以享受当地著名的摇药 摇育 如果时间充裕 真的可以在这里住一晚 到处都是刺绣的妇女 这里的纺织和刺绣都比较有名 这些都是民宿 去前面的村子里走一走 这是牛头和铜骨的图腾 非常高大 这个自然村落环境非常美 村子里转一转 这一大片是核仓群 储存粮食的房子 这个建筑很有特色 防水 防火 防盗 防鼠 体现了这里人的聪明材质 这里还保留着原始的房屋 这个是竹边的梁棚 里面有一些编织的展示 都是竹子的丝做成的 这个村子仍然住着当地的村民 这里的男子都喜欢养鸟 每家都有很多鸟笼子 非常勤劳的一个民族 看这只老母鸡 保护这小鸡 这里有很多当地最原味的生产的展示 这是残访 这里的窑族叫白库窑 他们身居大山中 和大自然和谐相处 用原始的生活方式 创造属于自己的独特风俗文化 前面来到了窑王府 上去看一眼 看屋里什么样 这个窑王府是办公用的 村里有什么大事 需要开会都在这里 下面还有个牢房 这是村里人自己做的民宿 也挺有特色的 别小看这个民宿 节驾驶都是爆满的 据说价格是四五百 还是非常干净漂亮的 这里面有个古遗址 有一座吊桥 走上吊桥 前面是一个开阔地带 这里就是古遗址 这里应该是一些原始村落的遗址吧 四面都是群山 显然以前这里是与世隔绝的 但是景色非常不错 在这片山谷里也新建了一些建筑 据说都是为周边零散的一些村落村民 搬迁到这里而准备的 这是村子里的一条街道 村民们在这里做生意 有一些饭馆 餐厅 小卖部 这条街还算比较热闹 中央有个瑶王宴吃饭的地方 来瑶山谷寨吃瑶王宴 是不可错过的节目 这个被称为中华第一场宴的瑶王宴 是瑶族同胞延期千年的传统习俗 是瑶族同胞同甘共苦 歌舞的象征 每当活动举行 大家在一起共同狂欢 今天晚上这里就有歌舞和狂欢表演 一起来欣赏一下 现在越来越来越多来小七空旅游的人都知道了这个瑶山谷寨 很多人都会下午来旅游 晚上看演出甚至住一晚 节目主要展示的是这里白苦瑶族人的生活习俗和历史 据说他们是中国最后一个持枪部落 都是本地人在表演 原汁原味 这里的男子都快养鸟 都是由女性去追求男性 如果哪位小伙伙的花腰带让女孩给抢走了 那他们恋爱就开始吧 瑶族是一个国际性的民族 在中国是瑶族的发育地 主要分用在摩南 贵州和广西 春宝 既用一块大人的长路 中间开个头 从头上挽开而下 我们古桃火焰文 我们称之为雪手印 这是为了纪念我们的主身 与如青泽 看将时英勇不群 留个儿生为自藏不息的精神象征 牛角顺时 在一起牛角顺时 有同人用来传伐信息 好招整人的神奇 如今是我们用来迎接 当天的强顶约情 酒上大家面前的是 咱们主里面的长老 还将现场念 祝祈福 祝现场的朋友们身体健康 万事无益 包容会念 现在酒上大家面前的是 咱们两位 一位各个阿妹 她们穿走的是新养新兰的圣装 咱们 新养呢 给你们新养 系上一条漂亮的花鸭带 摇族中 穿着绿色 穿着青情 这是即将失传的当地打击乐表演 这应该是一个点火的仪式 也是类似火把的节日吧 最后准备点起勾火 勾火表演 看游客多积极 下次有机会来摇山古寨 跟着一起来狂欢吧 9到5 男生来动名 朋友 手把手接好 嘿嘿 你们的尖叫声 在哪里 一二 一二 嘿嘿 三 对安全 慢慢往后推来 一二 特别是身边有小朋友的意义 右 右 前 右 前 前 前 左 右 右 前 后 前 后 前 前